Hello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看观众朋友给我们昨天都留了什么言 这个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他说 谢谢Ethan 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女人被强奸 如果美国那么多女人被强奸而要堕胎 那不是堕胎法案有问题 而是美国的治安有问题 美国现在已经是那种第三世界国家 我的Facebook又被封了三天 什么话都没说就被封三天 这就是美国已经没有法律与秩序 现在只有跟随政府把政府当成神 精病 我们才能过日子 但还是要死不活的民不聊生的日子 通货膨胀已经快压死人 不知道基督徒们还要顺服异端到几时呢 加油 其实女人被强奸这个东西真的跟堕胎没什么关系 而且强奸案发生的几率 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 不像那些statistics 因为之前那个话他们就说 在美国大学里面 每三个女生里面就有一个 还是四个女生里面就有一个被抢奸 这哪有这种世界也太高了吧这 对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只要说出来 就算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的study 大家也愿意相信 就说啊你看好可怕哦 对 而且有些证实告 然后真的去报案那一种 最后那样子的案情大部分就是 那个女的在某个party里面喝醉了 然后跟着一个男生回家 或是那个男的到那个男的宿舍里面 然后呢 就发生了性行为 然后他们就说他被抢奸了 但是 这样子其实不太算是抢奸 这样子只能算是你没有保护好你自己 对 呀 我觉得与其说是治安的问题的话 反而是道德的问题 你现在你把性弄得这么稀疏平常 你把性行为还有各方面这些东西 弄得跟握手一样 对 然后呢 你在到处都要讲 你从小你就开始在那边讲说 哦 这个你的性别 然后你的性相 我上次看到一个那个报导是 一个老师 他就希望小学生 一年级的小学生 问他 他的性行为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性取向 对 一年级的小孩知道你这个东西要干嘛 一年级的小孩哪知道什么性别性取向的这个东西 对 然后 你要把这个东西一直拿出来给小孩这样子 expose 曝光 然后你又要说什么 哦 我被抢奸了 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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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道德价值观的问题 当你把性看成一个这么理所当然 这么无所谓的东西的话 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奇怪的性向然后性行为 性变态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是 美国已经没有法律跟秩序了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法律跟秩序 是就刚好我们住的地方 没有法律跟秩序而已 你住的地方是比较糟糕的 对 这位这个刚好住纽约嘛 对啊 然后我们住洛杉矶 自然最差 教育程度最低 但是我们有最好的大学 教出来是什么东西 教出来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不知道 是 反正就是 这个世界的确是往一个很扭曲的一个方向走 想罪恶的方向去走了 但是人们很多时候不自知 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时候 告诉他们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让小孩子从小就要教育他 就是这种性教育的东西 家长是非常有必要的去讲 给他们建立非常正确的观念 是很重要 第二个 有个是非问题 如果掌权者说背里的话 能服从吗 怎能服从 对啊 就不能服从了 掌权者如果要说 跟神相违背的话 跟神的真理相违背的话 那当然是要听神的了 因为神是最大的 神也跟我们讲了说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是要听他的话 没有错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所有的掌权者 他们最爱用的话就是 这是神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神说的 神跟我说的 我是神的代言人 就像中国的天子 为什么叫做天子 就是他是 神的儿子 对 耶稣啊 对 每一个都是希望说 他们是可以代表一个更高的权柄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人 但是他们想要用更高的权柄来控制别人的话 因为他自己说的话不好说嘛 对不对 就像我要控制你的话 你凭什么 对 就你谁啊大家都一样 为啥你要控制我呀 对 但是如果说 诶 I'm the chosen one 对 这样就不一样啦 你要听我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比你多 对 然后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 对 我是比你更高一级 所以 你要听我的 对 那么掌权者就是最常被这个样子的东西控制的 之前讲过就是东征石治军啊 然后还有各方面 你不要说什么 把基督教的掌权者看得好像跟什么一样 基督教掌权者也是有一堆问题的那一种 而且其实说实话都是人啦 对 如果你要是真的没有办法明白 神在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的话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 你做的一切东西都是出于你的肉体 出于你的血系 那就会变成是人在有问题嘛 对 那就跟基督徒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基督徒我觉得最基本的你要做到去贴合什么 哪怕是一下做不到很正常 但是你慢慢慢慢往那个方向去矫正自己 如果说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做挺对啊 神就是这么说的啊 我没问题啊 那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其实 对 那再有就是 如果说你认为这是神跟你说的 对 我们应该经常听到这种话吧 对 就说 嗯 圣灵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对 我有个感动什么什么什么 叫我要来掌控教会或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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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对啊 就会想要特别的去掌权 然后他就会特别想要去掌管这一切这个东西 然后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借口啦 就说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想啊 就是神跟我说的 我也不想要在执事会里面继续当着啊 对不对 对啊 对不对 我 我就是没办法的 对不对 是神叫我去做这件事情的 对啊 我都被逼了 对 神会逼你吗 神会逼你吗 神会逼任何人吗 神逼你当弯 对啊 好可怜哦 所以说这样说的人真的就是应该口诛笔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哦 世界里面不可妄称神的名 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不可以说什么 Oh my god 这个冰淇淋好好吃哦 然后神就啪啊 一个雷把你打死 不是一个雷把那个冰淇淋劈披到地上乱吃 对 不可妄称神的名是 你不可以使用神的名义去做坏事 然后你也不要随便说这个是神讲的话之类的 就是如果说没有完全的印证的话 所以说不要妄称神的名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代表神啦 对 呀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基督徒应该比较警醒的一个 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就说哦 神就是跟我说圣灵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弄俩人出来 他们两个感动完全是冲突的 那你说谁对谁错呀 你知道吧 这个你就会觉得说非常奇怪了 呀 啊 就像那个加州这次选举的时候好像有七个牧师 然后然后出来每一个都是神跟我说神跟我说 很明显 神大概只有跟Gavin Newsom说 对啊就是那样搞得好像神很忙 神经一大堆人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就不要把自己肉体的感动 或者是一些巧合的事情 然后就完全的当作说一定是神讲的话了 对 不要 所以说如果说这样子的人讲出来这样子的狗屁的话 像说那个牧师说要打疫苗 然后叫那个会众全部打疫苗的话 这个很明显就是神没有这样说 对啊 然后你就不要这样讲 如果你的牧师这样讲的话 可以换一个地方聚会啦 我们就赏他一个巴掌看他会不会把左脸也给你打死 算了那种行为太恶劣了 不要再去那边聚会就好 如果要说教会里面教会也变成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下管的权力机构 如果教会不再听神的话 而是听政府的话 告诉大家说去打疫苗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可以告诉教会里的人说这个完全是你的自由选择 我们教会的门就是给爱神的人敞开的 我不管你是打了疫苗还是不打疫苗 我们都欢迎你来 如果要是有人说你一定要呼吁 教会里的人全部都打疫苗 离开这个地方 不要再去了 因为他们怕人多过于怕神 对 教会如果说说你一定要听牧师的 100%的服从牧师 这一定是个异端 所有的异端都是100%服从牧师的 所以说千万要敬畏神多过于怕人 对 下一个Stan Su 现在的共和党就是假右派 不改革的话就等着被川普浪潮消灭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共和党里面有假右派很正常 就好像很多人也指责别人说是假基督徒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一个群体里的人 你会保证个个都是绝对绝对100%的这种 这个是完全正常 不改革的话很难呢 你让他们真的改革他不觉得他自己错他改什么格 这个就是很多问题是在这或者是跟他有利益相关他改什么格 他做这个事情就有他自己的目的的 他才不会为了说这样一个大愿景然后去牺牲掉一些自己的什么 所以他不愿意去改革 那下面川普浪潮 其实这个是我有一点 嗯不是说完全同意的哈 因为我认为说不需要用川普来代表一个什么浪潮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价值观一个从神来的价值观的一个觉醒 而川普呢是神使用来做这些的 但是他不一定说要代表这样一个浪潮的名字 对这个浪潮应该是正确的从神而来的价值观的一个觉醒的浪潮 而不是说川普浪潮 因为川普说实话他有做过蛮多错事了 因为人都会做错嘛 所以就是呃他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好榜样 你就像看他说他在那个做总统的时候 那你想他压力承受多大呀 那神不拣选他拣选谁呀 不是他那的乐天派我跟你讲真做不了 搞不好上两天就上吊死了你知道吗 那自杀都很有可能了 如果是你的话 我就想不开了 天天哭 嗨 被原谅吧 因为这太正常了 因为除了耶稣之外 没有人能做到完人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 这个川普浪潮 不如说耶稣浪潮 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 绝对不错 这个的话我看的话 我记得大家会把 像林肯当成是一个完人 但是各位如果去看 当时的选举的话 当时的选举是 一个民主党 就是要支持 那个叫什么奴役政策的 然后呢 有另外一个 不是共和党 好像是一个conservative party 还是什么的 他是完全反对奴役政策的 林肯是一个中间的 一个中间派 就是说 你可以保有奴役制度 但是呢 我们的方向 美国的方向 是要慢慢的脱离奴役制度的 所以说 林肯反而是一个 温和派的一个人 然后最后呢 是他当选了 他当选了之后 南方的这些州就起来 就是说我要脱离 我们就是要努力 然后那个时候 林肯才起来就是反抗 然后就是才来抵制 然后才发动了美国的这个内战 对 所以说 我们不能看一个人 就是看得这么死 就是你说林肯是个完人的话 那另外一个人应该更是一个完人啊 对不对 因为他是 那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啊 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一步一步的在更像耶稣 然后更 更亲近耶稣 然后更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么 川普 我觉得他 他在2016当选的时候 跟他离开白宫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态 还有他的个性 还有各方面 其实是差很多的 我个人认为啦 他在我的心中 至少是进步很多 以前的话 是 对 他是真的是成长 进步非常快 对 那你说现在这个共和党 就是假右派 其实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 共和党一定就是右派 对 共和党也有很多 大政府的共和党 像做那个 Hover Dan的那个Hover Herber Hoover 他就是一个大政府的一个 共和党员 所以说 不是说共和党的人 就都是好人 然后也不是说 共和党的方向 就绝对是右派 右派还有保守派 其实是一个精神 然后是我们要去传达的 所以不要说什么 他是民主党的 你就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反而是要去 更接触他们 然后更就是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想的东西 是有问题的 然后事实是怎样怎样 所以这是我们 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跟传福音一样 那这个浪潮 就是要我们可以开始 所以说请各位 分享我们的影片 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可以继续 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边给我们留言 你们留言真的都非常棒 让我们很多时候 得到了很多安慰 很多鼓励 然后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 这个我们做这个频道 也是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很棒 很开心 因为我们因着神 有这样一个团体 不管你现在是信主了 还是没信主 但是我们都是因为神 聚集到一起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开始 让我们以后 一起来继续的加油 那接下来呢 还是老山童 给大家奉上神奇传播 我们大家提供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样一个关于历史的 那些西方的传教士 在中国当年那样一个 动乱的情况下 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民 他们都为中国人民 付出了怎么样的努力 他们都为神国 做出了怎么样的建设 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来看了 那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1853年9月 一艘再满货物的英国帆船 邓弗里斯号启程了 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 船上除了船长和水手们外 只有一位乘客戴德生 由于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未开通 这艘帆船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再穿过印度洋才能抵达中国 所需的时间大约半年 当船开到第六天时 突然间风云变色 海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浪 把整艘船几乎抛在半空中 主啊 救命啊 德生 快带妹妹进来吃点心 中国比英国大一百倍 如果把中国的人口排列起来 可以环绕吃到七次之多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火药 罗盘 纸张和印刷术 然而 这么聪明的民族却活在黑暗中 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 有谁愿意去中国传福音呢 爸爸 我愿意去 我也去 时光飞逝 转眼十年过去了 哎 这什么时代啦 你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神啊 在物质世界的引诱下 戴德生的信仰受到严重的考验 他的妈妈和妹妹十分为他担忧 哎 基督做成的工 到底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工呢 啊 我知道了 他做成了拯救人灵魂的工作 不仅为我一个人 乃是为全世界的罪人 哦 耶稣 我不用再做什么了 我有接受你的救恩 赫妹 我得救了 真的 太好了 其实我三个月前 就立志天天为你祷告呢 啊 真谢谢你 为了预备自己去中国 戴德生在哈迪医生的诊所担任助手 学习医学的知识和技术 钱只够用一个礼拜了 但哈迪医生的薪水却迟迟未发 主啊 我将来到中国后 任何人都帮不上忙 只能倚靠你 如果祷告不管用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一次我不主动告诉哈迪医生 该扒薪水了 就由你来感动他扒给我吧 一个礼拜快过去了 到隔天 戴德生就一元不剩了 但哈迪医生仍不提薪水的事 那天下班前 哈迪医生突然走上前 对了 戴德生是不是该付给你薪水了 是啊 不过 真抱歉 原本可以付给你 但偏偏今天下午 我把钱全存进银行了 哈 主啊 怎么会这样呢 今天再拿不到薪水 我明天就没饭吃 也付不出房租了 哈哈 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 今天是礼拜六 又已经晚上十点了 竟然有一位老顾客 匆匆忙忙跑来付款 就这样吧 这笔钱先拿去吧 不足的 我下礼拜再补给你 哈哈 神真的听祷告耶 今天我有钱付房租 而且有信心去中国了 你们保重 再见了 主啊 救命啊 主啊 谢谢你平静了风浪 你真是信实的神 看见了 看见了 前面就是中国了 感谢主 我终于要踏向中国的土地了 快走 快走 救救我 戴德生出抵上海 就见到囚犯被赶赴刑场 虽有福音 却不能传给他们 心中感到很忧伤 因此 他一安顿下来 就勤学中文 有一天 他到街头 分送福音书和单章 你的样子好认真 是不是对福音有兴趣啊 不是 我是为裁缝师傅 我是在研究 你们洋人的西装 是怎么制作的 不如 我打扮成中国人吧 打扮成中国式样的戴德生 令中国人感到很亲切 但是有些英国人却轻视他 但对戴德生来说 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 只要能传福音给中国人 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 戴德生在中国宣教五十一年 他留下的名句是 假使我有千磅英经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 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这样爱我们 为我们牺牲的救主 我们为他所做 会嫌太多吗